第二题,小心观察下列化学反应 并记录其所伴随的现象 下列何者正确 A.碳酸钠水溶液加入氯化钙水溶液会冒出气泡 碳酸钠水溶液加氯化钙水溶液 会产生碳酸钙沉淀跟氯化钠也是水溶液 所以它并没有气泡,选项A错误 B.钠的新切面很容易变白色 钠是活性很大的金属元素 它新切面很容易氧化,然后变成白色 所以选项B正确 选项C,打开暖暖包后铁粉颜色会变白 那如果这个铁是氧化 一般的三氧化二铁的颜色是偏红色的 所以选项C是错误的 硫粉燃烧会有红色火焰是错的 那我们老师请同学背过 硫粉燃烧的火焰是蓝色蓝紫色的火焰 选项珠也是错的 所以第二题问我们说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 钠的新切面很容易变白色 我先返萧烧更多 我先返萧烧不做 我先返萧烧更多